都几点了 这老大和唐宇慧 怎么还不来啊 师哥师妹 成上成队呗 咱俩肯定一块儿来 社长 就是这儿 抱歉 抱歉各位 路上太堵了 我们来晚了 我坐这儿吧 那我在那边 小汤 咱俩换一下吧 这是出风口 我这两天有点感冒 来 好 哥 你坐这边 那师哥 人都来齐了 咱们开始吗 大家动块儿吧 你来 你来 小宁姐一直都是我前辈 姐你先来 好啊 这样吧 我先敬大家一个 各位 之前呢 在大唐 我虽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成绩 但是到了透展部还是新人 之后呢 还希望各位前辈们能多多照顾 之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提 敬各位 放心吧 季总的学妹 我们一定是要照顾的 其实我们清北同系的 大部分都在金融级 那在金融行业 而且说到我们戴瑞 有七八个师弟和师妹 都在我们这儿 许丽啊 要不你都照顾照顾 季总说得对 你不能因为小唐 是季总的师妹 就对人家多多照顾 你这是看低了 人家名牌大学的能力 再说了 能进我们拓展一步的 哪个靠的是裙带关系 是是是 怪我怪我 那个 我自罚一杯 许丽 你那么能喝 罚一杯够啊 罚一壶 行啊 那哥 那你赔一个 师哥 你尝尝这个 哦 这个特别新鲜 我专门要的 好 谢谢 对了 小兔 我看人机医院那个医生 最近好像没来找你了 你俩是不是彻底没戏了 没关系 这样吧 你跟小赵哥说说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 我周围正好有几个 不错的优质男青年 理想型啊 文艺男青年 长得倒是无所谓 长发披肩的 重点是 要懂得跟异性保持距离 有恰到好处的边界感 有 我一同学弟就是这类型 下周我把他约出来 你俩见面好好聊一聊 怎么样 相亲啊 好啊 谢谢小赵哥 就这么定了 师哥没事吧 师哥 你 我给你探钱是什么 我 小赵 来来来 哥 你少喝点 我酒量不好 喝好吃 今天这第二次 好吃是吧 好吃 好吃 我专门订的 那我再加拿 你出来你 好啊 小赵 我去个洗手间 你再喝一个 以后有什么困难 你跟我说啊 我能帮上的 我肯定会帮到 哥 你多照顾 没问题 干了 我去吧 夜色吞没黄昏 只像影子情根 你是那盏灯 我的路的 我喧嚣的心声 在闭上眼睛那一瞬 躲进几秒远 望里苍生 你身后的光速 让流动的空气升温 时间好想停顿 你不想停顾 把此刻思忐 永远 你爱 感觉 你 真的像零 刚刚是人呈的 还是有人联的 落下来 老士门 你的理想型标准吗 是人呈的吗 每个人不都有理想型吗 看到了 我不能有啊 所以就去向前 就因为这个事叫我出来的 你先把我放开 你小赵哥好面子嘛 那么多人在那儿 我不好搏他面子的 回头找个机会拒绝就好了 不用回头 也不用再找机会 结束以后告诉他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会处理好 师哥 师哥 你在里面吗 季总 你还是好好处理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你小师妹来找你了 师哥 你怎么从那边出来了 搞错房间了 走吧 师哥 你在学校的时候 说喜欢高马尾的女孩 现在呢 师哥 师哥 你喝酒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平时都是小徒开车送大家回去 不好意思啊 今天不太顺路 我先走了 季总 不顺路 师哥 那我们走吧 还以为她眼光多高 审美多好 结果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的白月光 就是这啊 既然白月光离得不远 当初何必找我探什么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白月光送她回家 她应该很开心吧 还好赶上 你 你怎么来地铁站了呀 你不是开车的吗 车呢 你不愿意开 我就停在去穿了 那儿停车费很贵的 浪费 那也总比你不开心钱了 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没有生你气啊 谁说我生气了 如果她真的喜欢唐云辉 那我爸爸地问 岂不是自讨美群 我 我 来大姨妈了 有点情绪 也是很正常的呀 是不是肚子疼 一会儿回去 我帮你煮一碗红糖浆汤 随便 我帮你拿吧 不用 我自己拿 还是我不生气 谢谢 我问你个问题呗 你大学时期 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呀 怎么突然想要问这个 不想回答就算了 没有什么特定的类型 要是她什么模样都行 那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心情仗义 开朗私信 这是写在招生启事上的东西 那我重新说 我喜欢的女孩儿 说的高马尾 笑起来 笑声很爽 高马尾 那很多女孩子都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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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关系 别动 我看看 就撞了一下 不用想替她做的 那正好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天说文艺男青年 是你的理想性 认真的吗 我跟你一样 只要是她 想都行 可是这些东西 这些人是什么 不错 你什么呀 你这些东西 啊 不锐 你也不愿意 好